那要請我就借這個五分鐘吧 五分鐘 這個 首先呢先跟大家來 感謝 談我們的正 正居士 還有這位同修 也祝大家 老實念佛 今天 也是一個非常難的 2500年前 2500年前 就是佛當年在世的時候 他老人家常講到兩個字 都是無常 那這兩個字大家也 念得很熟 但是我最近我才真正才明白 這兩個字的用心 這兩個字的用意 我以前 沒有真的是 透徹的去了解 比方說我們看到人家夫妻討價 我們很容易勸導人家 這個 這個是無常 我們要放下 或者我們 看到一個家屬 人家往生 我們可能會說 啊 這個人啊有生必有死 你要放下 你要 因為就無常了 或者看到我們的金錢 或者看到我們的金錢 被人家偷走 或者不見了 我們有時候會勸人家說 啊 不失把供養 種種種種的事 但是有時候 當這個事情事實真相 發生在我們的身上呢 有多少人能夠了解的 真正放下 勸人容易啊 但是真正自己去做呢 有時候做不到 這個的區別 所以 這個無常或是對別人 是對自己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眨眼 這個人生太短了 我們一定要明白 明天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也不知道 你看我們雪梨這個疫情 你看 封城都已經將近兩個月了 可能會再延續 可能 所以 尊敬的 現在這個天災太多了 天災人物太多了 所以佛佛告訴我們 人生真的難得 佛法難聞 而能夠這一生當中 在佛法當中能夠聞到淨土 能夠 能夠聞到念佛 而最非常難得 這一生能夠 佛佛法 往生西方淨土 超越六道輪圍 了生死 出三階 那個比什麼更有很大的福報 所以我們要抓住 所以我們要抓住這個因緣 要鎖定這個方向 鎖定這個 目標 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大家一定要記得 人生真的是無常 我們在這個世間真的太苦了 真的太苦了 像我們最近師父 靜坐念佛 有時候突然間會看到這些人生真的很苦的 所以我們要趕快覺悟 不要再迷了 你看那個印光大師啊 在這個序文講迹裡面 他不是頭一句講了一句話了嗎 他告訴我們聖皇之分 在乎 下面等那一句 在乎一念 聖是聖人 狂就是凡夫 愚痴 狂妄之人 那我們是屬於這個凡夫 愚痴 狂妄之人 所以所謂的菩薩跟凡夫的區別 一念之間而已 你迷了 你就是從神 你覺悟了 你就是阿彌陀佛 很簡單 道理很簡單 但是關鍵有時候我們 迷得太深了 自己不知道 當我們業隱藏線前 那怎麼解決怎麼辦呢 所以借這個姻緣啊 我也不敢講太長也不敢講太多 太晚了 都已經九點多了 師父呢 只能互相來鼓勵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 才能夠進步呢 不斷的 不斷的去反省啊 不斷的去檢討 不斷的去觀察 希望希望能夠我們將來這一生當中啊 我們能夠成就 最大成就的就是能夠往生淨土 比什麽更重要 非常難得 釋迦摩尼佛為我們介紹 這麽殊聖的法門 如果我們沒有好好珍惜 那真的太可惜了 人啊 一年一年的衰老 在這個供修當中可能最年輕的是我 但是棺材不分類啊 現在這個棺材裝了很多年輕人 真的 歐洲老人常說人很多 所以我說這個歐洲啊 老人啊 成為老人超過一百歲才能夠成為老人 一百歲以下你不能夠成為老人 都是年輕人 所以 我看這個這樣這兩年在澳洲生活啊 真的 真的 這種的福報的地方 地方 大家要好好用功 再加上我們 雪梨金鐘協會 又非常的好 加上我們的正總啊 正太 在領導之下 也做得非常的貢獻 也做得非常的貢獻 大家要共同來努力 共同一起來努力 讓這個念佛法 讓這個念佛法 在雪梨 會對這個社會 會對這個社會會很大的幫助 這不是迷信 念佛是一個教育 打開 我們一起來念佛 沒關係啊 一重厚重啊 一個人有時在家裡會懈怠 師父有時常常犯就磨病 祝大家 老實念佛 謝謝大家的慈悲的關懷 師父也很好 每天你很好在這個地方 祝大家也身體很好 這個疫情 聽說也是 天天的增長 不重要不用出門 在家裡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師父 阿彌陀佛 謝謝師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